我穿的這款有兩個顏色 它是一個花系的圖案 我穿的是奶茶色 手拿著這個是心灰色 中間這個是一個花系的圖案 它用了兩種不同的物料 一個是唐印 一個是有毛毛絨的效果 而且它的拼色配搭 有些是絨 有些是有毛毛 這個是有少少像絲絨 絲絨 這個是有毛毛的 這個是絲絨 這個是有毛毛的 這個是絲絨 另外那些就是一些印上去的效果 再低一點就有一個閃粉狀的字 這個是有少少質感 它不算很突然 但摸下去就是唐印的造工 它整個剪刀都是偏寬鬆的 去到甲圈的位置 有另外一個層次 有多一些細節 出來的 好 等一下 對 它的風格就是這樣的 它是以一個入博的牛角袖的甲圈剪裁 手袖外側的位置 內側的位置 延伸去到側屈位 是拼接了另外一幅布 整個板形都是非常之寬鬆 特別是甲圈 甲圈空空是相當之寬鬆的尺寸 去到三腳 它是收回進去的 這個就有少少像衛衣的 衛衣剪裁的效果 這裡收回進去 因為你胸闊 甲圈比較寬鬆 它三腳就做了少少收剪裁的線條 這個就有彈性的 因為布質本身有彈性 不是說這個位置加設了橡筋 這個是跟三身相同的布料來的 你看我剛才放在牛仔褲上 反出來 這個位置也不會太刺 因為布質是軟身 也有良好的彈性 布質是很柔軟的 我現在示範這個風格 當然是隨便的為主 特別是配襯了一個色彩的波鞋 整個觀感都是隨便的 一會兒我想展示給大家看 這個款式的多樣性 我決定 我決定 配襯相同的牛仔褲 但我換一雙鞋 換一條鞋 給大家看看另一面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這個款式我自己覺得 不算太特定 去看哪一個範圍 對我來說 它的剪裁寬鬆 是屬於比較休閒一點 但因為你看到它的剪裁 是比較仔細 或者注重剪裁的一個款式 所以如果你想配襯一些 比較純粹一點 或者斯文一點的路向 是可以的 因為它中間的模式 也不會太難消化 也是一個很友善的配搭 無論在顏色上 或者圖案設計上 都是一個很容易接受的款式 所以一會兒可以參考一下 我配襯另外一個風格出來 大家可以有多一點不同的想法 再說一次 這個版型是相當寬鬆的 胸闊甲圈也是寬鬆的 這個是斜咳的入膊牛角皺 剪裁 衣服是這樣的 布質就軟身 不太用 不用壓外打底 是一個中袖 長多一點的款式